台中市豐原区的路边 赶抵现场的警方 将稍早民众压制在地上的嫌犯 当场上铐 下午1点25分左右 人来人往的风吸路 很多民众都看到了这场追逐 但事实上这是一起偷切案 地点在台中豐原第一市场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零星嫌犯看到路边的这台货车 车门没关 观察很久之后 把车上的包包一把抓起 拔腿就跑 不过菜市场民众很多 大家立刻当场高喊抢劫 幸好现场民众合力追逐围捕 还有三位外送员一路跟随 追逐几百公尺之后 终于抓到了人 货车车主是在市场内 卖菜的料性年轻人 包包内的十一万货款 原封不动地被救回来 不过他说 他不是第一次货车上的财物被偷 不过这次光天花日下的偷切案 遇到坚毅勇为的民众合力围捕 让六十一年次的零性嫌犯 没有得逞 财力新闻 张展志 张育坤 台中报道